大家说明一下,它其实就是找那个什么,某个工作表的绝对位置 所谓的绝对位置,比如说B3,就是B3那个储存格的资料,帮你抓到你要放的储存格里面 那跟index,index指的是相对位置,它是会先给一个范围,不是指你指的那个工作表 而是指某个范围,这个可能不太一样,那我实际上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范例,假如说我今天一样再复制一个暗卡锁键,这样会比较快 然后把这个改一下,改成叫indirect,这个函数,那一样把这个把它删掉一下,删除,OK 那我换一下,用indirect,那首先插入函数里面,我们找到那个参照,简视于参照里面 它里面的话,就是直接跟你讲说,你只要给我一个什么呢,一个文字串指定参照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按确定的话,它有两个啦,那个理论上如果你不指定A1的话,那A1就固定那个位置 除非你有一些特殊情况,底下有所有,不过我是建议你这个暂时先忽略好了,暂时先不要改 我们就是给它一个什么呢,reference,R-E-F就是reference,reference实际上就是参考,参考后面就是test文字,参考文字 那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指的是,你要找的那个资料在哪一个工作表 那我们要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什么位置呢,比如说我要抓的刚好在B3 这个时候的话呢,实际上,它的reference test实际上指的是这个 不过特别注意,如果你按确定,虽然它后面有显示无国位,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按确定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什么 诶,仅,R-E-F,R-E-F指的是reference,意思就是参考错误了,那为什么参考错误? 其实公式好像并没有错,不过特别注意,这个reference有一个先天的问题 就是其他的函数会自动帮你补上什么,参引号,你会发现像那个E-F,如果你没打参引号,它会自己补 但是这个reference,它不会帮你自己补,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同学就是因为少了前后参引号 就对了,OK,如果你按确定,就对了,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抓的是B3 lookup这个绝对位置,特别重要是这个工作表里面的B3 那所以呢,可是你也想说,不过我将来要抓的不见得是B3 因为B3我只是预先想看到我的编号,刚好是在,就是对照的姓名是在B3 可是我要怎么样刚刚好? 哦,第一个可能会需要解决的是,这个3怎么来的? OK,那3的话基本上呢,是根据什么? 其实我们是根据那个,这个3值 其实你可以从哪边得到线索? 后面那个数字,其实你可以从编号 有没有,这个编号假如说它是1的话 那它这个就必须怎么样?比如说我可以从编号怎么样?把它加2 加2之后的话,那就可以变成3 我就可以取得它现在的位置 OK,第一个啦,所以你可以拆成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呢,你应该要抓的是第几列 第一个,这个3的数字 那这里的话,其实你可以由哪个地方得到答案?你可以end 串接什么?串接上面这个储存格 把它加2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到底吧? 它现在如果是编号1的话 那因为001它在第三列 所以如果说我将来要抓到的是 刚好它的第几列的话 那我就必须怎么样?把它加2 因为上面有多两列是什么?标题列 OK,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 我要抓到第几列的资料 那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先知道说 有编号把它加2之后 就可以抓到它现在的第几列 那第一个就完成就是说我这个列 列的讯息 所以特别主要indirect 最关键的就是要把哪一栏哪一列把它加上去 可是哪一列哪一栏必须要是文字 特别主要是要文字 那你想说老师那这个地方你这个不是文字啊 你这个转过来之后它加了之后 C2是001嘛 那可是加了2之后 它一定会先把它转成1 再跟它加 那这个地方特别主要它加了就变3嘛 可是如果你在跟前面的字串串 它又自动帮你转成文字了 OK,所以特别主要串起来就是刚好是B3 OK,它有这个特性啊 所以我刚刚讲过indirect是这边的函数里面最难的 好,第一个解决了 好,那可是问题第二个呢 第二个如果说你要抓什么 001,那你向下2的话 它也会动嘛 3也会自己抓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的资料它会自动再去加2嘛 就是4加上2的话就是第6列 它就把第6列的那个B6的资料抓过来 那可是底下 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总销量名次跟业务水准的话 那其实有几个方法啦 你就可以把这个公式一样复制 再贴到底下的话 那你需要改什么? 把这边B改成C嘛 我讲过啦,是绝对位置喔 所以你如果改成C的话 它会自动去抓到什么? 它的总销量 如果你这边贴上改成D的话 它这边一样会改成什么呢? 名次 那这边一样改成E 一样会得到其他的资料 就是那个业务水准 可是 之前我本来是这样改 可是改完之后 同学会说 老师你刚刚不是向下填满吗? 那你现在为什么这样贴呢? 有没有什么方式? 如果我将来要用Indirect 而且我希望能够快速的向下填满一次就完成的话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那当然是有啦 不过那个方法是相对的比较难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刚刚是向下填满用RAW RAW的话自动抓到它的列 可是我现在要抓什么? 抓B 有没有? B 这个是B 这个变C D E 所以我需要一个文字 是B C D E 用什么方式可以? 自动产生刚好是B C D E 这个时候呢 其实 难度就会比较高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需要抓到 如果刚好是B C D E 其实 这时候当然 你如果不去看内码 ASC 或内码的话 就可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讲内码的时候 很多同学会头就很大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感觉好像很难 不过其实你不要抓牛角尖 这个ASC 或内码 其实它是有个顺序的 你只要知道 所以你关键字 Google 如果打ASCII ASCII的话 它会跳出类似像内码表 那实际上 在我们的内码里面 大写的 BCDE 刚好位置就是66到69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产生 这个自动去抓内码的话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利用一个函数 就可以办到 哪个函数呢? 基本上你可以插入函数 不知道各位没有用过 在文字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CHAR C-H-A-R 它会显示什么? 根据您电脑的自原集 自原集就是ASCII code 那个表 传回代码所对应的自原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输入到66的话 按个确定 它就是B 如果你输入67的话 那就是C 那有什么方式 刚好可以向下填满 BCDE 这个时候 有点难 因为还要再串一个东西 向下填满自动加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弱函数 那弱函数因为现在在第三列 所以如果你现在 要把这个东西 本来差不多66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能够 把它后面再加上 那应该是CHAR 加上那个 如果你要让这个CHAR 数字自动去得加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数字 后面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那个 ROR函数 把它串在后面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 你可以 直接加上什么 ROR 但是ROR 回来的是3 那66再加上3 那就变69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把这个原来的66 扣掉 变成63 再加上ROR 里面的3 加起来就刚好是66 所以打勾一下 你这样 这样 那如果说你今天向下填满 因为它变成4 4加上63 67 然后呢 再来5 5加上63 68 我们向下填满看看 有没有 BCDE了 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字串 这一串公式 放在哪里呢 放在把它取代这个 特别注意喔 公式要放不来 你干脆就 我的习惯 如果你实在不熟 除非你已经很熟了 如果你不熟怎么办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不包含等于的部分 把它复制一下 所以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做不出来 你可以旁边先做 做好几个 最后再把它拼在一起就好了 OK 除非说你已经很熟了 把它怎么样 这个B的 先delete掉 移到外面 加一个串接符号 为什么 因为特别注意 自串跟公式要串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串接符号 这个是固定的规则 OK 那你把它贴上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怎么样 lookup 串接 这个是B 再串接 那个C 加2 OK 如果是4的话 就是6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B6 OK 打过一下 看一下 然后向下填 OK 那错的话 应该是吧 就是锁 锁这个 锁上面这个 所以把它锁起来 加一个钱的符号 那这边不用 可以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 向下填 理论上放开 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只是说这个 所以我刚刚讲 这是在这里面最复杂的 但是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让你们可以想想看 因为这个方法也是我自己 用一些方式把它想出来 反正见招拆招 需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给你是对的东西 你就把结果变出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先完成是第一个 哪一列 它的编号列 加上2 这个2的话 指的因为上面有两列 是空白列 然后呢 再来就是 这个是决定什么 决定它的那个 蓝 那蓝的话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一个 那个 英文字 那英文字怎么产生呢 可以用char的方法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细节 如果你假设不是那么清楚 你可以参考 叫ASCII code的对照表 里面都有 比如说 在这个正面码表里面 它有规定就是 英文的大写 是哪一个到哪一个 小写是哪一个数字到哪一个数字 甚至还有数字是哪一个数字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要抓取相关的资料 包含就是说 我们在初春歌里面是数字的 是英文的 是中文的 其实呢 这个可能牵涉到内码 那你就必须要了解内码 你就自动可以把你需要的资料抓出来 OK 好吧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试一下 那详细的说明 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上面 我有一个就是 Indirect函数的相关的 比较细部的一些 一个说明 其实这个里面主要是 因为Lookup 这个Indirect 它需要的就是一个 绝对位置 所谓的绝对位置是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位置 比如说B3 那我们可以把B跟3 拆开来看 那我先把3先取 为什么是3呢 那因为我从它的编号加入 就可以产生 那B的话 可以由ASCII Code里面 用CHAR的函数 抓到之后 可是抓到刚好66 所以你有再把它用 串一个RAW RAW的话 就可以怎么样 自动帮你把其他的 向下填满 也可以自动完成 所以这里我想 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Indirect 这个函数 是这几个里面 稍微是难度最高的 试试看 试试看